我們看這一筆 這一筆他說 abc都是整數的 而且abc滿足這個式子 那麼問a加d加c等多少 首先我們看 這個都是取決的值 這個都大也等於0 而且abc都是整數 所以呢 他每個絕對值裡面 都是整數的 那如果整數的話 如果他不等於0的話 那麼他至少是1 至少是1的話 這裡就7了 那這兩個都大於0的話 我們可能等於2 所以這不可能呢 那個大於等於1 他只能等於0 同樣的道理啊 這個如果 那個不等於0的話 那就大於等於1 大於等於1的話 這至少是5 那左邊至少是5的話 那右邊的話 不可能等於2 所以這個只能等於0 所以剩下 這個會等於2 也就是說我們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方程式 就是a-5等於0 b-4等於0 而且c-三 規決值等於2 那你去解除被指的話 就c-3等於2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以後 就是a加b加c 加起來多少呢 加起來是負4,等於正負2 這個加成是1,1-5是負4 然後把1過去 所以是A加B加C等於4加-2 所以可能是6,有可能是2 所以答案是6或者2